书法不仅是传统文化 更能从中体悟宇宙与生命之道 曾安田老师是曹丘普的第一代弟子 从17岁入师门后 历经近40年的全心追随 完整承袭曹先生的书艺和书道精髓 尤其书道禅的心法 早已尽数融入其创作骨髓中 他曾解释书道禅的真谛 将书法推向体悟宇宙 升华生命之道 这种境界超越书法本身的像 直指宇宙生命的奥义 曾安田老师家境贫寒 从小就必须外出打工 贴补家用 学阅时段时序 但他勤奋自学 考上基层公务员 更一路谨慎勤勉 升迁为新庄市公所主任秘书 担任工职人员二十多年来 以其牵连为官的信念和作为 备受占预 在书法的传道授业上 更是不遗余力 同时常年于新庄推动文化发展 从新庄书画会到新庄文化艺术中心的建立 为在地艺文事业注入无穷的活力 退休后也始终没有放下毛笔 纵使因为脊椎病变之苦而进行手术 几乎再也无法执笔 但它近年的创作 并未有半分因病弱化的痕迹 可见它在笔上的附件 是以何其坚毅的境念才能支撑 十方新闻记者 蓝英荣台北采访报道